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董事会近日捐赠给台湾部分大学、高中,用于长期半导体研究教学及人才培养。 据悉,由于半导体产业人才严重短缺,台积电近年来与台湾多所大学密切合作,不但鼓励更多大学教授从事半导体研究,更为有兴趣的学生提供实际训练机会。 台积电于2019年与台湾清华大学合作开办半导体学习课程。 2023年,进一步与台湾大学、成功大学、阳明交通大学、台北科技大学等13所学校合作开班,目前已有超过7600名学生加入学习。 这次台积电召开的董事会决议,捐赠不超过40亿元新台币给台大、阳明交大、台湾清大、成大以及部分获选高中。 此次捐赠对象,傅盖值高中,也展现了该公司向下扎根培养半导体人才的决心。 台积电资深副总继、副共同营运长侯永青日前曾公开表示,希望通过与学校合作,提升台湾半导体产业所需人才数量,让整个产业潮正向发展。 与此同时,台积电新任董事长魏哲嘉近日指出,去年全球半导体产业充满挑战,也见证了生成是AI相关应用的兴起。 2024年,总体经济、地缘的不确定性或将影响消费者信心及终端需求,但预计今年将是台积电健康增长的一年。 AI晶片所需先进半导体技术和封装解决方案,强大的晶片设计生态系统等,都是该公司的优势和机会。 为这家暗示,它正在考虑提高公司人工智慧晶片代工服务的价格。 他还表示,他已经与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讨论了这个问题。 股东大会是新任董事长魏哲嘉的首秀。 他在股东大会上表示,技术领先让公司处于半导体产业有利位置,可掌握未来AI和HPC高效能预算相关机遇。 魏哲嘉表示,预计AI的发展将推动2024的晶片行业复苏。 他坚持此前的预测,即全球晶片市场,不包括庞大的记忆体部门,今年将增长10%。 随着生成式AI应用兴起,台积电界技术领先地位,业绩表现优于同行,并抓住了未来的AI和HPC相关增长机会。 受益于技术领先和广泛的客户群,持续投资半导体制成技术,有目标地执行全球制造策略。 台积电2024年业绩预计将逐渐成长。 若以美元计,台积电全年营收预计将增长20%至25%。 对于AI的看法,魏哲家表示,其看法与大家一样,非常的乐观。 目前,AI应用仍在起步阶段,而台积电的技术则远远领先于同行,处于非常有力的位置,没有人可以竞争。 魏哲家表示,目前台积电没有竞争对手,也从来不怕竞争,永远都在迎面,但也不会骄傲到忘记自己是谁。 台积电也要向客户秀出价值,如果以每一个代来看,台积电其实是最便宜的,所以未来还有空间往上提。 与此同时,台积电的前掌门人刘德因也对AI浪潮带来的巨大需求前景充满信心。 刘德因表示,今年将是台积电大成长的一年,且在AI应用需求的驱动下,公司对未来几年的成长深具信心。 全球人工智慧四伏期热潮持续升高,大力带动先进半导体的需求,而这正是台积电的强项。 另外,对于外界颇为关注的海外扩张生产计划,刘德因解释称,在美国建厂成本自然比在台湾高,但台积电在美国建厂的成本比其他公司还低。 魏哲嘉则强调,台积电的首要职责仍然是在台湾应用最先进的技术,然后再考虑将其应用到其他地方。 魏哲嘉担任总裁初期,台积电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台湾,但近年来,台积电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扩张,首次在日本和德国建立生产基地,并在美国建立了20年来的首座先进晶芯片工厂。 在资本支出方面,魏哲嘉强调,台积电会小心谨慎,现在的投资大都是为了几年后的发展,这策略也不会改变。 台积电将根据市场需求审慎考察资本支出计划,规划产能,至于是否超过先前的三年一千亿美元,大家请拭目以待。 魏哲嘉与媒体交流时,谈到台积电面临的竞争与前景,他直言,台积电与竞争者不同之处在于,台积电每年技术都会进步。 比如,明年的300米制程技术会比今年的好,后年的又会比明年好,因为台积电是技术公司,永远不会停下来。 台积电的竞争对手英特尔,此前已经订购了最新的Hi-NATUV曝光设备,第一台设备已于12月底运往俄勒冈州的一家工厂。 尽管此前尚不清楚ASML最大的EUV客户台积电,何时会收到设备。 但据外媒报道称,ASML将在今年向台积电交付旗下最先进的曝光机,单台造价达3.8亿美元。 报道中提到,ASML财务长Roger Dawson在最近的一次电话会议上告诉分析师,公司两大客户台积电和英特尔将在今年年底前获得高数值孔径,Hi-NATUV及紫外曝光系统。 这家台湾晶片制造商的EUV代表称,公司正在与供应商密切合作,其拒绝进一步置评。 据悉,这些机器每台造价3.5亿美元,折合3.8亿美元,重量相当于两架空中巴士A320。 ASML是世界上唯一一家生产及紫外曝光技术的公司,对其产品的需求是该行业发展轨迹的试金石。 Jeffreys分析师表示,今年剩余三个季度ASML的平均订单可能在57亿欧元左右,将推动2025年销售额达到400亿欧元。 台积电此前宣布,其2奈米节点进展顺利,并计划于2025下半年推出N3X、N2制程,并将在2026下半年量产N2P和A16制程。 与3奈米制程节点不同,台积电2奈米制程将使用GET ALL AROUND FTS,也就是GAA FAT电晶体。 相比3奈米工艺,会有10%到15%的效能提升,还可以将功耗降低25%到30%。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,台积电每股股价在6月上旬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,股价达162.92美元,涨幅超过6.8%,总市值达到了8450亿美元,创下了新的B10高点。 台积电的股价上涨,反映了其在半导体产业中的领先地位和强大的技术实力。 随着AI和高效能运算需求的增长,以及全球晶片市场的整体增长趋势,台积电有望在未来几年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用户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